日空二數年納貝爾獎的結果 現在是一個公佈出來了 前一個公佈的中項 生意獎 是由美國發佈生物學家 維克托安布羅斯 還有美國的分子生物學家 加里魯夫昆 兩個人共同拿到這個獎 要來標用他們發佈小分子 發糖發生 也就是microRNA 在在轉落的過程當中 對控這個基因的活性 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還有讓人的細胞 在這個人體裡面 順利執行很多不一樣的功能 實在有幫助 2024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共同為Victor, Ambrose and Gary Ravken 日空二數年第一次六月二中的中行 在中間公佈 今年生意獎由美國發佈生物學家 維克托安布羅斯 跟美國分組生物學家 加里魯夫昆 最能提到 他們發覺microRNA 有個轉落後對基因調控的作用 因體等0.1公分的 修理温感散場做研究 發覺microRNA可以幫助控制基因的活性 讓細胞可以在地替代這篇一系列的功能 這可以幫助解除 自然DNA裡面有同樣的尾團信息 不過臨體細胞的差距這麼大 如果沒有microRNA 細胞跟組織 可能就無法進行發生 以上的條件可能造成 癌症基因獨變 造成先天性蝦康聽不 百瓶跟骨頭的疾病 另外基因調控哪出差錯 可能造成癌症藤流鼻 主體便有疾病頂半性鼻 像以中時 在2024年6月2日中公布的第一个中行 他两个人最近分享 1,100万瑞典客人 差不多代表3,400万的资金 在这个中行公布后 1年1月的6月2日中礼拜正式开始 从来的继续公布 文理、化学、文化、乎平和经济中 公司新闻定位林彭佳